这个月二号美国一名机师疑似在丹佛国际机场的停车场内 等到不耐烦竟然拿起斧头走向停车场 对着炸篮机就这样子一路狂砍 脱续的行径却被监视器拍了下来 现在他不止被航空公司停止 还得面临毁坏财务罪的行则 台湾街头有棒球队 美国停车场则出现斧头帮 事发在这个月二号 63岁的联合航空机师琼斯疑似不耐久后 拿起斧头走向停车场大门 对停车炸篮机一阵狂砍 一开始炸篮机还不为所动 但在二十几下的狂批乱砍后 炸篮臂终于弹起应声落地 眼见破关成功 琼斯快步离开 后来警察赶到 江琼斯上号 这位机师到底跟这台栅栏机 有什么邪海深仇 他现在得面临损坏财务的行则 他任职的联合航空已经将他停职 并对整起事件进行内部独立调查 吴连哲编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